今儿说相声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讲究说学逗唱 谁开的篇 刘宝瑞 其实相声不仅是一个语言的艺术 更多的是它是一个年轻的艺术 这可能跟一般观众的 或者跟网友的想象是有差距的 相声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艺术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著名的相声演员 往上捣个几代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祖师爷 没有几代 清末才开始有相声这门艺术 相声最初有这样一个说法 相声最初是从口技发展而来的 古代那口技 清代那口技 跟我们今天的口技有点不同 我们今天的口技 大多数人一上去先模仿动物 模仿鸟叫 模仿鸡叫 模仿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是狗叫 你看四个人上去就敢模仿狗叫 我就模仿不了 再有就是模仿机械声 什么汽车发动声 火车哭吱吱吱的声 就是模仿声音 但早期的口技 就是相声的最初的雏形 它是模仿生活中的声音 比如它可以拉一连 后面就一人 就是生活的场景 比如切菜 做饭 孩子哭闹 晚上睡觉 那么在这个过渡期 就是声音的过渡时候 它要添加一些解释 这解释 慢慢慢慢就发展成相声 我们说的相声 现在老说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是吧 这个说 这不用说 就是拿嘴巴说 学呢 就是学各种东西 就是俗称柳活 专业就叫柳活 你比如你学戏 也算柳活 你这个学方言 也算柳活 你学人家的表演 比如学人家唱歌 学人家二人传 学什么都算柳活 我们今天大部分相声 就是看你不乐 他就要学一段 逗呢 不用说 逗就是 就是逗你乐 唱是长 是唱太平歌词 不是那个 你学唱歌什么的 都算柳活 其实相声 如果单凭语言 把你逗乐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 尤其今天 今天我们各种段子 都逗得不行 是吧 你这个 你把人家逗乐了 哪那么容易啊 我们今天人都皮糙肉厚的 没那么容易都逗乐 所以真正好的相声 就完全凭语言的功夫 把你逗得 非常的 开心 甚至可以回味 就是这 场子都散了 这相声过去了 突然想起来 还自个儿乐一阵子 这就是最好的相声 那么 凭借语言 把你逗乐 你就要有 驾驭语言的能力 第一是什么呢 是节奏 节奏很难 你上台 你就知道 你问问 相声演员 就是这节奏 这包袱 早半秒 晚半秒 都不想 那最好的包袱 就是这包袱 抖出去 半秒以后 哄堂打笑 这是最好的节奏 对吧 那么 这还有来于 观众都配合 你看看 这个好的相声演员 一上台 往那一戳子 别人就配合 就乐呀 你看看 马三立先生 到晚年的时候 站在这体育馆里 多了多缩 站在中间 瘦得一声不吭 跑四周一看 人家哄堂打笑 为什么 这叫观众的认可 就开始配合 每个说相声 都有一瓶颈 只要他突破了 这瓶颈 他一上台 按今天的话说 就有粉丝 叫好 只要 这场里有人叫好 一配合 这相声就变得 非常的容易说 如果大家都板着脸 都是评委 那坏了 我参加过相声大赛 当过评委 这评委 一个个人都板着脸 那上面的人 压力都非常大 你想把评委逗乐了 没那么容易 尤其传统相声 传统相声 很多段子都是知道的 你怎么换内容 他都知道 你这什么路子 你这包袱在哪 那么再有就是你的生活的历练 所以年轻人说相声 本身不占便宜 占便宜一定要到岁数 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 看到侯本林先生 这个刘宝瑞先生 包括马三立先生 这些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这相声说出来才逗乐 这个他不是以生俱来的 年轻人说相声 你想十几岁的孩子 说相声 咱们都看着贫 那么过去老相声 确实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 他愿意拿人的生理缺陷 开玩笑 这文明相声就不允许 尤其解放以后 这事得去了 今天就更不行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 任何文艺的形式 都不能拿人的生理缺陷 开玩笑 那我们现在 不拿人的生理缺陷 开玩笑 我们拿什么东西 可以开玩笑呢 就是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你如果把它挖掘出来 你开着这善意的玩笑 对人是有警醒的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一个相声 就是钓鱼 钓鱼员最初是个单口 后来就变成对口 对口相声说的最好 就是高英培 范振玉 两位先生 这钓鱼百听不见 为什么百听不厌呢 是因为钓鱼 就是反映人生活中 都能常见的一个 一个现象 叫什么呢 说大话 我们生活中 几乎每个人 每天都能碰见 说大话的人 就俗称吹牛 跟吹牛钓鱼去 钓不着鱼 怎么办呢 急了 就是二他妈妈 钓不着鱼了 给我唠三张糖饼 就只好奔了鱼室了 奔了鱼室 买回来鱼的时候 回来 这一掰尺就忘了 这个鱼室买来的 所以就露了线了 就是拿 这个 你的说大话的 这个弱点 这个不算缺陷了 算弱点 开了玩笑 所以 善意的提醒人 说大话 一定要注意后果 比如过去 有一个 马三利先生 说过一个相声 叫 好像是 相声的名字 叫什么 邻居叫什么 我忘了 就是 拿这个人的嫉妒 这个弱点 我们每个人都有嫉妒心 对吧 我也有啊 每个人都有 只是嫉妒心 能不能控制 或者大小而已 每个人都会有嫉妒心 他就拿嫉妒心啊 就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嫉妒心 开玩笑 就是说这老爷子 每天呢 都八十墙头 看对方的房子 看他什么呢 说那房子盖子比我高 我就看他着火没有 每天吃完饭 没别的事 八十墙头 看人家 房子着火没有 每天下来就说一句话 说没着 没着 不高兴啊 人家邻居 没着火 心里嫉妒 不高兴 终于有一天 八十墙头 看见邻居着火了 下来以后 老头还不高兴 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全篇的包袱 就说 光冒烟了 没见火苗子 就是把人的嫉妒心 发挥到极致 这就是这种相声 小段中的这种功力 你比如这个 刘宝瑞先生的 这个最著名的段子 就是珍珠翡翠白玉堂 是吧 说的什么 就是拍马屁 朱元璋 过去落魄的时候 喝了这珍珠翡翠白玉堂 等最后成了皇帝以后 想起来我这个天下的智慧 珍珠翡翠白玉堂 所以就张网 就是招谁能做这珍珠翡翠白玉堂 所以这个故事的整个过程 就把官场的那个丑态 和对皇上的阿谀奉承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吧 最后这珍珠翡翠白玉堂 端上来以后 这个给你学两句啊 就是刘宝瑞先生的声音 我天生有点像 他就说 众位爱卿 你等大家不语 各身双指 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呢 就大概是这么个路子 我大概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啊 就是有一次出游 出游的时候 有人就追着我 说说说 那个那时候还管我叫小马 他说小马小马 你这声音有点像刘宝瑞啊 我们实际上听到刘宝瑞先生留下的录音啊 现在刘宝瑞先生没有留下图像 留下的都是录音 比如黄蛤蟆什么的啊 这个各种段子 我也听过很多 他都留下了当时的录音 他录下这些音的时候 大约的岁数都是四五十岁 所以每个人的声音的音线是有改变的 比如你这个年轻时候的声音 和岁数大的时候 声音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声音都是有特点的 我曾经啊 有时候还想 我说我试着哪天给你做一相声版的脱口秀 什么叫相声版的脱口秀 就是我说的叫脱口相声秀 或者叫相声脱口秀 我发明的 就是凡是什么事都能当相声去说 你不信我给你来一段 原来我讲过 我专门讲过就是中西一 对不对 我把这一段给你变成一个 这个相声脱口秀 给你重新说一遍 你就能感受到相声是怎么一回事 过去说相声的人啊 无论多假 开篇一定是这样开篇 说我今儿说的这事啊 可是一真事 我呢不懂中医 也不懂西医 那中西医呢 那就更不懂 那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给你讲讲中医呢 是因为我是一老百姓 我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来给你讲讲这中医 老百姓怎么理解中医呢 什么样的病愿意到中医医院去看呢 第一啊就是这西医认为不是病的病 什么叫不是病的病呢 比如说啊 我汗脚 你到西医去 你跟大夫说 说大夫啊 我这脚出汗 西医就说这事简单 什么时候出汗啊 你说我不是夏天出汗 我冬天也出汗 西医就说了 那就穿凉鞋去吧 穿着凉鞋 查血去吧 你想想 你穿着凉鞋 站在血地里 那你肯定不出汗了 所以呢 西医就认为您这不是病 所以你出了西医医院的大门 您就奔了中医了 那中医呢 就给你开一方子 就告诉你 你这是啥问题 你应该喝什么样的药汤 喝了这中药呢 它有人管用 有人呢 它就不管用 西医说这事我也能治 你甭听中医的 那药汤呢都不管用 西医有一种方法 叫治疗大汗症 什么叫大汗症呢 就是大汗淋漓 我在报纸上瞧见的 就是说你无缘因的出汗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 就把你的一根神经掐断 西医医就有这办法 动手术治疗汗症 原来这是没人做的 为什么没人做呢 你想想我就是出汗这一毛病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胸膛开开呢 但是有人说 你这手脚出汗太厉害了 没办法我就给你开胸 这种手术 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实施 现在讲究 微创 微创 副作用是什么呢 副作用医生会告诉你 西医永远会告诉你 副作用 他就说啊 副作用就是你手术以后 你的手脚就不出汗了 不仅不出汗了 还变得非常的干燥 这一干燥 你痛苦就大了 你天天得抹凡士林油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啊 这脚丫子 抹满了凡士林 一天得一盒 穿上袜子 晚上得一脱袜子 这脚还是干的 咋办呢 抹完了凡士林啊 西医告诉你 你套上俩避云套 这脚丫子就准湿润了 相声这事啊 这个相声相声啊 有相有声 最初相声是指 非常相声国的意思 现在是指啊 有相有声 但是相声是一个 重声不重相的艺术 演员千万不能长好看 长好看了太吃亏 你看马三立啊 马三立先生 长的就是一幅漫画 往那一戳上 就非常有喜感 声音也不一定非得红亮 有特点就行 你看马三立先生上去 上去怎么说呢 说大家欢迎我 欢迎我 欢迎我 我就给大家再来一个小段 小段 小段 说的全是废话 所以他的著名的段子 你仔细看啊 大部分都是带废话的 比如斗泥玩 比如打开一个小纸包 里头还有一个小纸包 打开一个小纸包 里头还有一个小纸包 最后有俩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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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方 你看侯宝林先生啊 长得也非常有喜感 侯宝林先生 戏剧功底非常好 方言能力非常强 所以你看他说山东话 说上海话 说天津话 说各地方言 非常自如 唱戏的时候 学清衣 学黑头啊 学老生 学什么像什么 所以侯宝林先生 在这个大众之间 非常有群众基础 就是很多人都可以 从自己的角度 去欣赏他这个像上 所以这像上 一定要知道啊 声音的重要性 长得不需要太好看 对吧 难看比好看真便宜 你看这个相声剑啊 长得最好看 我看也就数郭德纲了 脑袋上有一红心 老向你表达红心 然后就是 岳云鹏 岳云鹏 小岳岳长得那样 非常有喜感 岳云鹏如果长成陆寒那样 长成吴亦凡那样 我估计他就红不了了 所以相声演员 一定要在声音上下功夫 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先天条件 如果你先天长得漂亮 千万不要误入相声这一行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天生的 老天爷给的 长相声音都是老天爷给的 但有一个东西叫幽默 幽默这个东西 很多人说这可以学 其实有时候也学不来 我是坚定的认为 所有跟艺术沾边的事 有20%是天赋 就是每个人的努力 都是到80% 如果20%你有天赋 你可以达到100% 如果你没有这个天赋 你弩出大天来 你也就到80% 所以有人说相声就特没劲 你听着就没多大意思 那相声呢 由于他过去呢 你看过去那个相声 你像侯布林先生 他们都会啊 就是拿沙子撒字 撒出字呢 就是粘厂子嘛 把人都招来 最后来一段定场诗 就开始了 那么他从这种剧场的演出 从街边啊 就是这个这个撂场子的这种演出 到剧场是一个变化 到了剧场 人在环境中会有很多改变 就没那么自如 那由剧场到收音机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首先收音机把相声 变得非常的普及 在收音机出现之前 能听到相声的人是很少的 第一当时的相声 他由于没有麦克 没有麦克风 能听到的是在一个 很小的范围内 太大的范围 你听不到吗 那么现场的好处是 有气氛 有人配合 所以你们注意看 我们今天广播里放的相声 大部分都是现场录音 把现场的气氛 烘托出来 让你有现场感 多好的相声 如果不是现场录音 就是直接录音 往往都会差一块 对吧 所以收音机时代 使相声迅速的普及 对相声的推动啊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你没必要再去剧场了 是吧 所以就听声音 你仔细想 那时候的相声 声音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 所以他不注重表演 表演没有用 但是电视出现了 电视呢 他镜头经常推上去 一推上去呢 你的脸上的表情 就看见了 过去为什么 这个相声演员 不能挤鼻子弄眼 你挤鼻子弄眼 底下根本就看不清楚 远了看不见 所以你太夸张了 没什么意思 但是电视出现 你会发现 所有的相声演员 里面部的表情 就会变得非常的丰富 他经常靠这个 几鼻子弄眼 希望得到你的快乐 那么电视呢 我觉得就改变了 我们说的 众声不众相的 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后来的相声 我就不太爱看 我觉得相声的走向 就有点改变 所以我们也比较知道 有一段相声呢 走入低谷 那么相声呢 走入低谷呢 有主作原因了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敌人出现了 敌人是谁呢 是小品 相声原来跟小品没有共性 在电视没有的时候 他没有共性 一个就是一个小戏剧 一个就是靠嘴巴跟你说 尤其单口 表演很少 就是靠干说 但是电视一出现 你几鼻子弄眼 就是一个表演 那小品一出现 小品的表演 都是登峰造极的 你又不能跟小品 去比拼这个表演 所以你肯定在小品之后 相声如果想达到 这样一个效果 是很难的 所以相声在模仿的这块 一定是甘拜下风 我们相声在低谷的时候 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到这个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很低谷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方法 来救这个相声 所有的方法 我觉得都是没用 第一 群口相声出现了 我记得春晚的时候啊 最多的群口相声上去 十几个演员 一人一句 你说你都弄不清楚 谁在说话 那相声就变成一锅粥 他就没法好听 再说相声这种随意的 随意表演的这种艺术 如果你回回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上台 那我想就有备于相声这种 这种表演的最初的意愿 那么后来就出现什么 出现化妆相声 对吧 过去说相声就拿一把扇子 拿一把扇子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都比划了 化妆相声一出来啊 我看着就是化妆称 什么这个这个老头的 拿一块布 往脑袋上一扎 仰肚白 要不然就老太太那发孤 往脑袋上一扣 模仿老太太 扁着个嘴 这种化妆相声 也是相声的死敌 后来又出现什么呢 又出现男女相声 这男女相声啊 不是我们不平等 这个男女 这个相声这个表演形式 就不适合男女说 为什么不适合男女说呢 因为相声之间经常互相沾便宜 你说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你怎么沾他便宜 没法沾 你如果一沾他便宜 就显得非常轻浮 要不然就显得油滑 是吧 女的沾男的便宜 都显得非常油滑 男女相声 也不是就相声的灵丹妙样 所以我们看这个裙手相声 化妆相声 男女相声 这些都是逼相声走入绝境 相声是一个很难的艺术 我们说了 他完全就靠你嘴巴去说 对吧 我老说 相声门口啊 就是相声门口 有一块大的控场 所有人都在这撂地摊 每个人都展现自己的绝迹 但是相声是一条非常窄的路 如果你一个人走进这个窄路的时候 你是否能走到终极目标 很难说 大部分人走到一半就退回来 都愿意在门口这个宽敞这撂地摊 对吧 你看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 找不到一个好的相声演员 专门致力于丹口相声 没有 对吧 过去我们就知道啊 大家都在那听 比如我的司机啊 最爱听的是刘宝瑞 他一安徽人啊 什么事都听不懂 就能听懂刘宝瑞 他听谁的相声都不笑 就是听刘宝瑞的 反复听反复笑 你可见人家刘宝瑞先生的造语 我听过郭德纲的丹口 我真的觉得他丹口说的比他对口还好 但是后来不怎么说 他那丹口相声有的剧长啊 一个丹口相声大概四五十分钟 丹口相声就是一个过去的类似评书 他把这个故事的推进过程中 夹杂着他的评判 夹杂着他的佐料 夹杂着他的能耐 今天啊 我也没少听相声 为什么没少听呢 坐车里啊 现在这个收音里经常有各种相声 但是能让你开怀笑的相声并不多 有时候相声街的活动 我也愿意参加啊 别看我还当过几次相声的评委 但是我确实不怎么敢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这行业的人 我只是凭直觉感受谁好谁不好 比如前两天啊 德云社二十周年 郭德纲请我去啊 我这还早早的就去了 跟见了好多熟人 打招呼聊天 整个演出五个多小时 非常的火爆 那么为什么火爆呢 首先他有庞大的拥躬 就是粉丝非常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相声演员 喜欢相声演员的一朝一世 那么整个德云社啊 德云社整个来看 他相声演员呢 年龄都偏低 岁是大的不多啊 像郭德纲都算 在里头算年长的 大部分都是比他第一辈的人 那么第一辈的人 这么多人喜欢相声 他们应该知道相声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 我不知道哪一场子上去 上百人站在场子上 我就想有多少人能够最终走成 走到最后成为大师 我们今天啊 可以说我们不太缺相声了 但我们缺的是相声大师 还有一点就是 我有办法区分好相声和坏相声 有人老问我 什么是个好相声 怎么是个坏相声呢 我说非常容易区分 我在这愿意告诉大家 什么是好相声 就是你听了 乐的相声 就是好相声 下台隔着你的 那全是坏相声 官妇猫向你推荐 西伯利亚森林猫出演的 好莱坞电影《九条命》 9月9号 大家随我前往电影院观赏电影《九条命》 官妇猫揭秘官妇秀 你看这俩说相的说半天了吧 这小沙咪听了半天了 这俩啊 我得往这边挪点啊 一斗根一捧根 这斗根的 斗根的你看这个面部表情夸张啊 这长的就这个特征 这捧根的呢 就比较温和 像不像于谦 但这发型多少有点像郭德纲 那么我们先交代啊 这东西是谁做的 做这东西的人叫曾龙生 一般人都不太熟 这个人呢是1901年生人 1964年去世 活了63岁 他是江西丰城人 他主要就是做瓷塑 他当年做的孙中山的瓷塑呢 是在巴拿马这个国际这个博览会上 获过金奖的 他有一个作品在人民大会堂 我们博物馆还有他的一个作品 叫《御棒相争》 都有带有他的名款的 这类东西大概是在民国后期 到新中国建立的时期出口创会的 是卖给外国人的 外国人很喜欢这种写实的雕塑啊 你比如我们看他 你看 就是你面对他说你多少有点渗的话 就太写实了 他跟我们早期的雕塑不一样 比如我们看兵马俑啊 秦兵马俑 汉兵马俑 你看到这个唐宋时期的雕塑 包括明清的 比如德化瑶的这个何超宗的 观音啊 佛像啊 他都跟真人不一样 你看这人都是完全写实的 就你生活中绝对就碰得见这种人 这人呢就长得非常有喜感 一看就是说相声的 对吧 你说你长得太周正了 你怎么说相声 你看这俩人往台上一站 就起码能有一个满堂彩 这种非常有个性化的一种表达呢 它其实在我们古代并不实行 是受西方雕塑的一个影响 这个东西它变成一个产品 在当年呢 虽然制作了一批 但也不是很多 但是这肯定不是一个一个雕塑的 因为有模线 所谓模线呢 就是说这东西当时是有模子的 有模子 那肯定是有一定数量 它很有意思 它这个头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 你别害怕 拿下来给你看看 这身头 这身子是红木的 用红木子雕出来的 所以摆在桌子上呢 哎呀 我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搁在相声博物馆里 让相声演员 好好看看他们的前辈 也许这些人在历史上 真的是确有 确有其人 那只是我们不太熟而已 当时的人可能一看 哎呀这不是谁吗 这不是谁吗 是吧 但是过了一百年以后 咱也不知道是谁了 我们今儿谈相声啊 从库里捣出这么两件东西 给大家看啊 就是知道我们生活中呢 有很多艺术是一曲同工的 比如这俩雕塑站在这 站在我跟前就跟说一场相声 没什么区别 你会不会想到 这张相声的行李贝勒